大家好,欢迎来到AI新式带频道 今天我要介绍一个非常酷炫的AI生成影片工具PicaLabs 只要使用PicaLabs 你就能够轻松地使用文字和图像的即可生成视频 首先,让我们来得解一下PicaLabs的一些特点 目前,PicaLabs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没有使用上线 它跟MateJourney一样,也是在Discord上使用 在Discord上使用PicaLabs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跟着我的教程,你将完全掌握使用方法 你可以直接点击PicaLabs的链接 我已经将所有本集视频中提到的链接和资源 放在视频下方的资讯栏里 如果你还没有Discord的账号,可以及时注册并加入 注册非常简单 如果你已经有账号,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直接登录 我现在将演示使用一个新的显示名称 进行注册 点击下一步后,需要通过简单的验证 输入基本信息后,再输入电子邮件和登录密码 就完成注册了 系统会提醒你,确认邮箱才能正式使用 并建议下载桌面应用程序 如果你不想下载,也可以继续使用浏览器版本 进入PicaLabs的Discord频道 如果还没有确认邮箱,页面上会有提示 通过简单的点击邮箱即可完成验证,然后返回Discord 你会看到右侧有一个PicaLabs的频道 在这里,大家可以免费且无限制地制作AI视频 进入频道后,你会看到下方有多个Generate频道供你任意选择加入 这些都是公共频道,所有在这个频道中的用户生成的视频 会在屏幕上滚动播放 在这里,你可以观看别人的作品,并参考他们使用的提示词 但是这样很混乱,很多教程会建议大家新建一个子区FRED 但是现在,PicaLabs已禁止使用这种方法 接下来,我会演示一种使用Direct Messages私信的解决方法 这样你就有自己独立的创作空间了,不再混乱 生成视频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使用纯文字提示 在聊天框中使用Create指令 在提示词后输入你想要生成的视频内容 如果你之前使用过Mid Journey或Stable Diffusion 应该很容易上手 写完提示词后发送信息 然后等待一段时间直到视频生成完毕 生成后,你会在消息列表中看到自己的视频 可以点击右上方的收件箱 点击题集,Menu,菜单 就可以找到你的消息 再点击跳转过去,即可观看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个AI生成的视频时长都是三秒钟 官方也曾表示 未来更新会增至五秒左右 如果在Generate公共频道中生成视频后 需要在收件箱中才能方便地找回自己生成的视频 这确实有些不方便 我们不如用Direct Messages私信的方式 进入自己的独立创作空间吧 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任何Generate公共频道中 找到PicaLabs的图标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消息 就可以直接进入私信的位置了 这样 其他账号就看不到你的创作内容了 如果想要关闭创作空间 只需再次在最左侧点击PicaLabs频道 图标即可 非常方便 在这个独立的创作空间内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二种生成视频的方法 即使用图片生成视频 首先前往Adobe Firefly网站 使用文字建立图像功能 进入后选择需要的风格 我选择的是穿毛衣的狗 顺便一提 Firefly目前已经可以使用中文提示词 非常方便 我有详细的Firefly教学影片 有需要的话 请查看下方资讯栏的相关连结 现在回到PicaLabs 同样使用Create指令后 最后有一个增加1的选项 可以让大家选择图片 并上传自己的图片来制作视频 在前面的提示词中 你可以描述你想要呈现的场景 也可以不写文字 只输入一个点 这个方法会更容易得到 你想要的视频内容 你看PicaLabs 可以根据你上传的图片 轻松生成视频 如果你想进一步制作更精彩的视频 就需要了解PicaLabs的 5个Prompt提示词参数 你可以在Getting Started中 看到可用的提示词参数 我已经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并附在下方信息栏 供大家参考 大家可能会对不同的参数有些头痛 其实这些参数非常简单易用 我已经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看看集市一下 就能了解它们的用途 我们看一个完整 使用了所有参数的提示词示例 因为所有的Prompt都要用英语编写 你可以使用侧边翻译Chrome的插件 或其他方法 将提示词翻译成英文 一个穿着超人衣服的 狗在天空中飞翔 现在加上视频比例16比9 动作幅度4 提示词的使用比例20 并且不希望看到的视频 是3D或动画风格 在种子 Seeds中自定义一个数值 方便以后创作相同风格时 参考使用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完整事例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多尝试一些 来制作出你想要的效果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 一次生成的结果不满意 你可以使用视频下方的 重新生成 Regenerate的按钮来重新生成 直到满意为止 如果你想修改提示词 再重新生成 也可以点击重新混合 VMix的按钮来 再次修改提示词 你无需复制 没有太多限制 真是制作到你满意为止 如果视频满意的话 只需点击右上角的下载按钮 即可将视频下载保存 Picallapse并不是第一个 提供文生成视频 和图生成视频功能的AI工具 但是考虑到与之媲美的runway 需要即时收费 Picallapse则是完全免费 并支持利用提示词 控制画面元素的动态转换 避免了画面整体崩坏的问题 借助Picallapse 我们可以快速制作出 高品质的视频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 遇到任何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帮忙订阅 分享 按赞 或留言 你的支持 就是我们持续制作 高品质内容的最大动力